大家好 很多人关心我们天元钓鱼籍大舞台 总决赛什么时候开始 跟大家预告一下 10月份就要开始了 还有很多人关心 总决赛那个奖品那一辆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车 今天我就来预约试驾一下 让你们看看这个价值30万的车 到底怎么样 进入长安TopSpace小程序 先后地址填上电话 地址预约 然后预约成功 这次来重新钓鱼 长安就把这个总决赛冠军奖品车 起源107开过来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价值30万的车 怎么样 看我们这个车 它还有这个外放电功能 你可以在车旁边打一个这个天幕 摆上这些烧烤啊 这些椅子啊 让老婆孩子在这里一边吃一边玩 你就安心的去掉 先让你们看看这个车的后备箱空间 长安4秒 听到一声响 松开 一键打开 一个钓箱 一个鱼壶桶 一个干包 还富富有鱼 而且前面这里是有一块玻璃 和前面座舱是完全隔离的 就是什么鱼饵的味道 鱼的腥臭味都不会到里面去 而且这个后备箱这个位置 还可以用水洗 即便是你有时候搞得不干净的 你可以冲 用水就这么冲 这么洗 它都可以自己流下去 然后一键就可以关闭 有的喜欢爱干净的钓油 或者带着老婆一起出行的钓油 看看这里 还有一个空间 对于你的衣物啊 或者你老婆的化妆品啊 他的包包啊 小吃啊 等等 都可以放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 这就跟后面完全隔离开 保证它这个很干净很清新 还有一个秘密的区物件 这个只能钓油知道 家属不能知道啊 这里 藏私房钱的地方 这个是装满 不得几十万 这个车还有一个双座椅 零重力模式 看一下 小安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打开小漆模式 即将调节座椅 车窗 乘客请注意安全 这多舒服 这 腿托也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小漆模式啊 对于那个喜欢液调的人来说 那再好不过了 这是电池 它的电足够的 你开着空调 躺在这里 睡一晚上 都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因为它不存在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现在开这个高低步屏的这种 非铺装路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底盘 升高 9公分 那么就是相当于一个 底盘很高的SUV的 我们现在上高速了啊 我要体验一下这个车的制驾模式 我现在手没有控制啊 都是这个车自己在控制 它所有的那个制驾模式 全部是在这个交通规则允许范围之内 它会分辨去前面车是大车还是小车 它要自动避让这个大车的功能 这个车有两个极光雷达 5个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雷达 然后11个高清摄像头 总共有30个传感器 所以它这个制驾是非常精准的 第一次体验这个制驾 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手都不敢拉开 后来把手放上面轻轻的搁着就没事 但是体验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它开的比我开的好 现在这些国产汽车这些支架 这些电车做这些支架真厉害 怪不得这么多年轻人 现在这么喜欢这种国产车 冠冠奖品那个107 我也试驾玩的 非常满意 无论是空间还是驾程感受 还是一车多用性 都非常适合我们钓鱼 冠冠奖品 我已经下了订单了 高配的 最后看看这个车到底花落谁家